做个约组码表 我大概DEMO一下 大概就是按个按钮 按一下就自动完成了 如果你要清楚的话 就按个清楚就OK了 里面其实就这样了 所以Seal VBA里面的好处就是 它已经有一些东西了 而且用起来 每一台电脑机都有了 所以它这个感觉起来 就已经说都已经都帮你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写 其实呢 在Seal VBA里面的概念 它的基本的物件 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储存格我前面讲过叫Sales 如果你要输出到里面的话 那就是Sales哪一列 先列在哪一栏 所以如果同样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一样就是开发人员 然后Visual Basic 接下来的话 你就按个右键 在这个转按右键 先增加一个新的模组 因为在那个VBA我前面讲过 先模组 所以在Python里面是模组 只是Python没有Sub 不需要那个Sub 但是在VBA里面需要Sub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就先怎么样 先假设我重新再来过 就插入一个什么呢 程序 特别是模组里面插入程序 名称叫九者神法 表示Sub OK 如果按钮是Sub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像这样的架构 所以一样 其实跟那个刚刚RM的TAP键 我习惯就下一阶 下一阶 虽然说VBA没有强制性 不一定要加 但是我的习惯是养成好习惯 以后不管你写哪一种语言 你就会马上可以OK Python是一定要 OK VBA非必要 但是Python是绝对必要 而且如果你说牌错误 执行也不对 所以蛮多同学 那个说牌说错位置 执行结果大不一样 OK 那当然VBA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你养成好习惯 你在撰写程式看的也舒服 不然我常看 有些同学问我问题 他把他的VBA程式贴给我 我看都没有缩牌 真的很痛苦 我第一个一定要帮他缩牌 如果我没有缩牌 我真的看得很痛苦 可是我缩牌一接一接的 就很清楚嘛 有头有尾吧 所以写法当然第一个 就是先写一个for 那如果说我们刚刚是for I for Z 所以一样 for I等于 所以这个可能要转一下 for I等于1到 它是1到多少 1到9 是这样的叙述 Enter两下 不过要打一个NAS 那在那个Python里面不用 不用NAS 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有NAS的概念 下一个的意思 而且早期Basic 甚至这边一个NAS I 只是说多一个I 麻烦那不要 反正不打也是OK 所以我是讲究是 如果可以不打 那我就不打 我的习惯 可是有的人不一样 好像不打就会觉得很痛苦 就会多打很多东西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再来的话就是for J 所以这边内回圈的话 是for J 所以这边把它复制过来 改个J 然后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接下来的话呢 输出到哪里 Sales 所以记得就是输出到出春歌 哪一列呢 其实就I列 哪一栏呢 就是J栏 OK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先I是等于1 然后J等于1到9 所以刚好它的位置呢 就会是第一列的1到9栏 然后第二列的1到9栏 所以它会这样跑完 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直到全部跑完 OK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先什么 先一个I 那中间的话串 空一个end 乘上一个X 用X来代替乘上end 那特别注意差异 看得出来吧 Python是加号 那VBA是end OK 而且VBA一定要空白 那Python不用空白 OK 差异在这里 然后end什么呢 endJ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在VBA里面 不用转型 有没有 在Python要转型 差异在这里 OK 所以等end 所以在end什么 end一个等号 然后在end什么呢 相乘 I 乘上 追 OK 好 这样乘是就写完了 那清除的话呢 基本上 我刚刚是讲 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清除 所以这边把 Sub名称 当然你不用重新再插入一个Sub 直接改清除 那清除完 这个地方很简单 你就是本来塞公式 现在是塞两个双一号 空白 就清除了 不过这一招可能 那个数量多 不OK会跑得太慢 你可能用range 不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那清除完之后呢 你在怎么样 再到这边有个插入这个按钮 你在做两个按钮 这样就OK 做完之后清除 有没有 执行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在VBA里面的写法 跟那个Python 有蛮多的一同的 那差别是说 我是觉得在VBA里面 它已经有excel 所以你可以方便的 去做输出到储存格的动作 除了假设 当然如果你不用那个什么 不用VBA输出的话 其实excel还有一个好的选项 就是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如果你不写程式的话 用那个excel函数 你甚至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什么 column 跟roll roll的话呢 是取得列号 column是取得燃号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刚刚的东西 用那个column跟roll来做 roll的话就i column是j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把刚刚的东西 再做一遍的话 你可以先插入roll函数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串接end end什么 end一个称号 然后再end什么呢 再end那个燃号 燃号的话我刚刚讲过 其他函数里面 就用column 那column的话呢 有没有一成一 所以如果等号还没做的话 你会发现 机上拉 有没有 向下 出来了 后面怎么做呢 等于 所以end 再串接什么 串接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 ok 所以end 然后再串什么 两个相乘 干脆把这个拿来复制改 这个贴到后面 然后这边的话end 就把他改成称号 有没有 然后打个勾 ok 有没有 向右 向下 结果有没有 一模一样 ok 所以我讲过就是 其实我在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N个 那你要选择一个最简单的 你刚刚没 没事找一个最麻烦的 像 各种方法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 E 用VBA 那这个程式我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各位回去 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也许你如果假如 有一点时间 你可以试试看 Raw跟Colon 这两个函数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 假如你不想用那个VBA 或者不想写程式 反正 Essio里面有一些功能 其实也蛮简单的 两下子就弄好 所以有些时候 简单的事情 不需要把它复杂 所以没事的时候 你说 没事的时候不用写程式吗 没有人没事那么爱写程式吧 除非说 对你要练习的时候 不然的话说真的 反正想到最快的方法解决就好了 最快的方法的时候 反而打开Essio 用函数两下就好 简单的事情 杀鸡不要用扭刀 OK真的 不要没事就一定要用VBA解决 没有啦 看哪一个简单用哪一个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要产生99成法表 在Essio里面 至少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用VBA 一个是用Row跟Column 那Row的话 我是把它当成I OK 所以其实应该可以类比啦 把它稍微改一下 其实结果都出现了 好 好 试一下这个部分 好